两名泰国男子试图将一名中国人偷渡入境我国 一开始先是让偷渡客藏在后车厢 等到关卡人员检查文件允许通关后 偷渡客再从后车厢移到车的后座 伪装成乘客 原以为这样可以蒙混过关 却还是被眼尖的执法人员识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一起事件是在这个月22号发生在玻璃市巴东误沙 移民关税和检疫综合大厦的马太边境关卡 执法人员重视在下午3点45分逮捕三名嫌犯 并且援引移民局法第六之一之息 无证件入境五国条文 以及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第26J条文调查此案 另方面 玻璃市关税局也宣布 这个月20号下午4点30分 在玻璃市港口侦破了一宗偷渡案 逮捕了一名相信是接应人的本地男子和四名缅甸人 今年内 波州当局已经逮捕了11名非法入境者 再次BA 中文字幕制作人 中文字幕制作人 儿子 arna